这个周末的中超联赛当中有一场焦点战 那就是山东泰山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 会打成什么样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想象当中一些东西 但是你回想第一回合的时候 山东泰山当时客场对海港 最终结果是3比4西败 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 曾一度是3比1领先对手 而且那场比赛不管从激战术的安排 队员的这种拼搏劲 包括这种执行能力 各方面来说山东泰山打出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比赛 你说仅仅过了几个月 队员的状态各方面就会下滑到这么厉害吗 而且当时的一些情况 也值得我们回头去好好去琢磨一下 因为当时的状态是在那场比赛之前 山东泰山是下发了之前的八场比赛的赢球奖金 这钱花花一到账 球员的劲儿层子下就顶上来了 真的是应的那句话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大家看到钱了 劲儿就来了 我就想说 咱们国内的球员工资不低 大家还很在乎的这个奖金 就是恨多不多 有奖金刺激的时候 这个战斗能力 这个拼搏劲 什么都提升了很多 那么没有这个奖金的刺激 难道说就在这个磨洋工吗 我就想说 你说这种情况下是怎么造成的 是咱们从联赛支出就走的这个高奖金 低工资的策略吗 但慢慢的我们的工资也不是低工资了 94年的时候 确实是各队 这个工资制定的都不高 奖金给的挺高 因为当时我们参考的是德价联赛的一些制度设计 而且当时施拉普纳帮狼小农 设计我们这个联赛的这种转会制度 包括这个参考 给各亚俱乐部的参考意见就是这个奖金设计 都是依托着是在90年代初 再往前推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德价的这种设计 当时的时候德价确实 这个工资不是特别的高 奖金还不低 因为那时候他们也有了这个赢球奖金 而现在他是和积分挂钩的 就是一个积分多少奖金 那时候德价基本上是一个球员 这个球队当中主力要是拿着一个积分 能达到1.5万马克到3万马克的这样的一种奖金 其实不低了 按照当时的奖金制度来看 和当时的这种工资比来看是很高的 但随后这个德价联赛逐渐的是 以机组工资为主 而且机组工资大幅的提升 奖金更多的时候可能是跟团队的整体成绩开始挂钩了 因为这事我也后续好好地研究过 现在就是这十两年的发展 这个欧洲俱乐部的运营就更为的规范 现在你不管是英超德价还是西价 大家偶尔能听到说俱乐部给大家许出了重额奖金 欧冠夺冠 一个人给5万 10万 很多人想他们球员现在都那么高的公司情况下 这个奖金其实就是一个 咱不说锦上添花吧 也就是差不多 有的时候球队你说保际成功了 老板一个人买块手表 球队突然间夺冠了 你像莲斯特城1516 当时球队根本就没想能夺冠 夺冠之后 球队不仅给大家包了大红包 而且是当时还给每个人买了一辆跑车作为奖励 因为确实那年的夺冠 球队在联赛分红各方面是大幅的提升 这个提升之后 俱乐部拿出一部分奖励球员 我就就这个就查了一下 欧洲俱乐部现在 他越来越重视的这种绩效奖金当中 实际上是团队绩效 你像曼城啊 曼联啊 他们都可以球员签订这个 就是多线作战的 咱们的这种绩效 比如你欧冠达到什么程度 咱们球队整体年中有多少奖金 那么这个联赛怎么样 各方面怎么样 如果球队啊 这个没有保住这个欧冠资格 全队降工资20% 你像曼联就是 拿不到欧冠资格 全队啊 就是整体降工资25% 他就这样的 而且呢 球队呢 更注重的是这个团队绩效 而不是个人绩效 也没有说啊 这个助攻啊 助攻数多少 凌峰多少 还是进球数有多少 有额外动奖励 现在比较少 如果有个人的奖励呢 现在比较多的 他们给的是什么 这个忠诚奖 就对球队啊 效率时间更长 你像黄马呀 曼联曼城啊 都有这样的 尤其印象黄马对于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科罗斯 包括去年的这个莫德里奇 他们都拿到了终成奖 就格外给他 这个上百万的这种奖金 就是能够 希望球员能够留在球队当中 继续效力 那么讲到这个奖金方面啊 欧洲俱乐部啊 就是这个 注重这个团队的年终奖 其实这个年终奖 更多和成绩挂钩 比如说 你看尼哈斯尔 我记得在1819赛季的时候 当时球队呢 为了保级说啊 咱们保级成功 让全年奖金 四百万鲍 如果再往上提升一个名次 加一百万鲍 当时 这个尼哈斯年终的时候 拿到了第十名 那么一算啊 球队全队 年终奖金 是一千一百万英镑啊 他现在的很多俱乐部 现在也是执行这个原则 你包括大俱乐部啊 更多的啊 他就是 多条线作战的情况下 这个综合收益 因为你这个参加这个欧冠啊 参加这些比赛啊 他都是啊 有这个高额的奖金的 包括出场费的 球队呢 有更高的收益 所以说呢 拿手一部分奖励给大家 你说咱们国内现在啊 这个球队啊 在目前的这个运营情况下 球员 没有奖金刺激了 这就没有劲了啊 这个现在呢 你看这个 不仅仅是山东泰山的 这些球员 很多俱乐部都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球员 动不动啊 觉得需要高额奖金刺激 你记不记得 金元最初初期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 一三赛季的时候 贵州茅台 说赢恒大 那场比赛 派一千万奖金 结果球员 也真的拿到手 你说要不派这钱 他们就 就刺激不起来了 是吧 很多人讲到 奖金刺激啊 这个你想说 当时恒大 让一三赛季 拿到了这个押冠冠军 联赛呢 也是这个 当时是三连冠了 当时他们是 赢一场比赛 三百万 平一场比赛一百万 而转过年 14年的时候 当时李永卓就说了 应该追求荣誉啊 而不能够 老靠奖金刺激 把奖金政策 从三百万赢取奖金 变成一百万 平球没有奖金 卖下结果球队 花叉一下的 成绩就不行了 一五赛季的时候 又开始啊 这个加大奖金刺激 而现在比原来更狠 是吧 大家也知道 一五赛季的时候 你亚冠进一级的话 上千万 多赢一个球的话 都上百万 所以那时候 真是啊 这个 重赏之下 出了一堆的勇服 那年 他是第二次 拿到了亚冠 这个奖杯啊 现在很多球员 打不出这种感觉来 你说包山泰山 之前啊 我觉得在这个崔康熙带领下 球队啊 能打出这种高位逼响 一对一的这种盯防啊 这种能够到位 球队呢 这种比赛啊 确实对球员消耗很大 其实你想想 这个崔康熙之前带全米线带 打比赛的时候 他也就是这种战术策略 让高位逼响的同时呢 做好人定人的战术 这种消耗肯定是大 那么这种情况 他成功过 所以他肯定是记忆犹新 也是屡事不爽 那么来到山东之后呢 当时也是这个策略 所以说打这个人传连队 打这个传奇前锋 他也是依靠这种政策 打下来的 当时是因为山东啊 这个对立经营情况 没有大的变化 是吧 奖金账商发 而且呢 能给大家呢 刺激上 随后你看 这个奖金刺激 政策一改 第二个呢 又出现了这个 需要球员补交税的情况 山东你看 马上啊 我觉得战斗力就下降了 而且好像伤员也比以前多了 是不是 是不是出现了小伤大洋的情况 咱不知道啊 不敢这个随便乱说 但起码我觉得 有那么点味道在其中 球队的这种战斗力啊 和球队整体的精神面貌 和那时候比 明显是下降了很大的这种幅度 所以我就有稍说 咱们国内球员 能不能够 这个有更高的追求 要不说这个外教啊 离开国内呢 很多都说 这中国球员 就过分呢 注重自己的这种 生活的这种状态 和现在啊 能够享受的生活 他没有那更多的去考虑 这个荣誉 没有更多的考虑啊 足球上 应该更精进一步 你想想当年 这个曼联 能够所向披靡的事 福沃森带队的事 我记得福沃森在 他的资传里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个奖金呢 宗族是被花掉的 只有荣誉 才是永恒的 所以他能和九二班 能和后来的这些球员 合作当中 拿了那么多的荣誉 其实因为大家 对荣誉的追求 远远大于对这个 这个奖金呢 这种渴望 咱们球员 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你说现在 是不是我们 这些球员 已经养成正习惯了 没有奖金刺激的时候 就不来电呢 是吧 真的在这些球员 一个关键时候 也得充电 来个实力价吧 奥运会期间 大家很多人 会谈到这种奖金 但我觉得 你像这个奥运赛事 你包括其他的一些 职业赛事 这种个人奖金比较高 一个是什么 我觉得奥运呢 和其实比赛不一样 在赢得荣誉的同时 其实用了这个 几年的这种沉淀 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 这个为国争光 这时候的奖励呢 我觉得是真是应该的 而且他不是说像联赛 联赛是每轮都在讲 每轮都在刺激 那是长期的 和这真不一样 还有很多人说 那你看这个网球联赛 还有这个其他的比赛当中 他不也有这种奖金刺激吗 其实我想说 那些是赛事奖金 你包括欧冠 他也是给各球队 高额的这种出场费 和这个高额的这种 近期奖金 是吧 那是给全队 是吧 你包括这个电竞比赛 也有高额奖金 还有高额福啊 网球这些 因为这些比赛呢 他本身 我觉得就是职业联赛 他就这种性质的比赛 那是 你想想 职业比赛当中啊 有的时候咱想想 这个高额奖金 其实也很危险 有的时候 这个高额奖金 刺激下 真的就会出现一些 铤而走险的情况 是不是 这个也屡见不险啊 这个你包括 很多的一些人都 这个危机的情况 都出现了 是吧 那么对于职业球队的发展 我觉得中国职业联赛 想健康发展啊 就首先一点 就是靠高额奖金刺激 这肯定不行 就包括高额的工资啊 去宠着这帮球员 也不现实 是吧 量入为出啊 怎么能够更合理 那你像这个 我们的近邻 日本的联赛当中啊 我觉得走的就比我们 更健康一些 很多东西 真的跟学一学习啊 因为这场比赛呢 突然想到这话题 依然和大家交流交流 你觉得 这个是不是 就得要金钱刺激 就得有高额奖金的刺激 咱们这些球员 才能来劲呢